今天是7月26號星期五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今天台股終於要開盤了 今天還有部分中南部的地區 還是在放颱風架 我覺得安全第一 因為說今天的台北股市 台北是沒有放假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有開盤 我先給大家看看 大家有看美股 大家可能也知道 在颱風架的期間 美股是跌翻了 真的是跌翻了 包含說科技股 包含說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全部都大跌 所以只能說 台股在這兩天 雖然說順利躲過了說 美股的下跌 但是因為說昨天晚上的美股 也沒有出現比較強力的反彈 所以今天台股一定會有補跌的壓力 這個東西是難免 所以等一下台股開盤 以目前這樣的幅度來看 可能會跌超過600點 甚至說如果說在台股的盤中 包含一些融資的多殺多 融資的斷頭 融資的追角 有可能 我說有可能 不排除會跌超過1000點 這是一個簡單的結論 所以等一下會慢慢告訴大家說 這幾天的美股到底是在跌什麼東西 怎麼會跌得這麼誇張 是吧 還記得吧 當時在颱風價以前的台股 明明就是打到季線的位置 強彈了600點 沒錯吧 禮拜二啊 禮拜二強彈了600點 創下史上第二大的漲點 史上第二大的漲點 結果今天不只回土 可能還會再繼續破底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我先給大家幾個結論 就是說今天台股一定會先開低 我覺得600到1000都有可能 不排除跌到超過1000 這不是不可能 因為現在台股位階本來就比較高 那又加上台積電的ADR 在這幾天累積的跌幅大概是6%左右 大概是6% 那昨天晚上的現貨 跟今天凌晨的美股的盤後 台積電也都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所以基本上壓力一定會大 那一些低位階的中小型股 不要去殺低 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這個很明顯是 恐慌情緒所造成的賣壓 所以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低位階 低預估本益比 低基期 這些股票都不要去殺低 因為說這種跌法它一定會有一次 比較強力的反彈 就像禮拜二強彈600點 那我覺得這只是初步的反彈 等到說整個市場情緒直穩 整個市場情緒比較貧富之後 接下來一定還會有一個 再更像樣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再現在去殺低 現在有一些低位階的股票 你現在殺在這裡 你就是多賠的 所以不需要 如果說我手上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說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有融資斷頭的狀況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失去我們的Lite 直接跟我們聯絡 我直接幫你處理 因為說今天盤中一定會恐慌 這個東西是難免 來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幾個重點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就是說全資股分批下去做佈局 等一下你聽我講完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說全資股 還是能夠分批去做佈局 難道整個產業面沒有任何變化嗎 基本面沒有任何的改變嗎 等一下再來講 總之就是說台積電 鴻海聯發客跟廣達 分批佈局沒有問題 那我再強調全資股 你要買就是放半年 不要拿全資股去做短線操作 全資股因為說其實說 昨天的這幾天的美股也是一樣 修正的壓力也是在大型的股票 中小型股反而是沒有什麼修正壓力 等一下帶大家看就知道 那還有說就像我在禮拜二所講的 禮拜五PCE市場的反應 就今天啦 今天晚上美國會公佈最新的PCE 那PCE公佈出來之後 市場反應怎麼樣 這很重要喔 非常非常重要喔 如果說今天晚上公佈的PCE 它對於市場有利 它對於股票市場有利 對於9月份的降息是有利的 結果市場不買單 不漲反跌 這個時候就真的需要 就是還需要再觀察一下 但是如果說今天晚上的PCE出來 它對於說股票市場是有利 那對於9月份的降息機率也是有利的 那股票市場反應這項利多 真的大漲了 這就代表說市場信心開始在恢復了 這就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的PCE會很重要 那其實說 我從禮拜二我就一直強調 PCE很重要 但是並不是說PCE本身的數據 而是PCE數據出來之後市場的反應 這才是重點 所以還記得吧 我在這禮拜二的盤後 甚至說盤中 在我的Light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這個Light免費的 我就告訴大家 台股強談了600點 不要急著去買股票 千萬不要急著買股票 是不是 剛剛好躲過這一次的大跌 所以這部分就是做留意 那短線上相對比較強勢的 還是像我在這禮拜 一直跟大家強調的生技類股 因為說颱風這樣的影響 所以原本是7月24號 要召開的亞洲生技大展 那延到今天 7月26號 往後去遞延4天 原本是24號就開展 但因為說颱風嘛 所以往後遞延2天 所以生技這一塊一樣 值得持續下去做留意 還有包含說能源類股 因為說包含像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的整個族群 科技股在修正 相對強勢的 輝瑞 諾瓦 諾德 這些生技股相對都強勢 那還有包含一些能源相關 包含說美國第一能源 包含說美國太陽能 這些相對都是一個 比較偏向防禦性的標的 那還有 如果說除了說生技跟能源以外 我覺得消費性電子 這一塊也值得下去做留意 等一下我帶大家看你就知道 好那我們先看幾個重點 就是說在這幾天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美股暴跌成這個樣子 我先帶大家看 整個國際股市 以整個國際股市來講 道瓊 目前是 昨天是小幅度了 已經失守了月線的位置 相對是比較弱一點 那NASDAQ NASDAQ昨天又跌破了季線 這個幅度真的是蠻大的 因為說如果說以這個 在就是剛剛好 台股放颱風價期間 NASDAQ是大跌了3.64% 這個幅度蠻重的 然後一直到昨天 昨天也是繼續跌了0.93% 等於是目前的季線 已經被跌破了 那今天就會很關鍵 就是看PCE出來的市場反應 如果說PCE一樣沒有辦法 就NASDAQ 那短線上可能說它的 一些籌碼面跟技術面的壓力 一定就會來得比較重 因為說很重要啦 因為今天晚上的PCE 如果說數據不錯 NASDAQ有機會 就直接守穩季線的位置 那短線可能就初步質問了 那包含像S&P500 以S&P500來看 也是剛剛好打到季線的位置 還沒有到失守 剛剛好手穩到季線的位置 那包含像費半 費半也是壓力會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畢竟說費半裡面 全部都是科技股 台積電 輝達等等的 都是大型科技股 所以費半它算是 直接失守了 月線跟季線的位置 那我覺得今天晚上的道琼 因為道琼目前是 手穩在月線喔 如果說道琼它的技術線型 不要跟著科技股轉弱的話 整個美國股市它還有一絲希望 因為可能說其他三大科技股市 修正到季線 那道琼修正到月線 那只要道琼接下來重新轉強 有機會把其他三大指數一起帶上來 所以很重要 今天的道琼能不能守穩季線位置 那我剛剛所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其實美國股市在這兩天 有一個現象非常有趣 整個科技股在大修正 暴跌 這真的可以算是暴跌 費半指數 你看喔 費半指數在前天 大跌了5.41% 這個是指數喔 不是個股喔 指數下跌了超過5%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喔 你什麼時候看過台股跌超過5% 很少 所以費半跌超過5% 這個幅度是很大 但是重點來了 你去看 這個真的就厲害了 美國的中小型股指標羅素2000 羅素2000幾乎沒有跌 完全不受影響 你去看 這個線型多漂亮啊 是不是 這是羅素2000 美國市大指數全部都在暴跌 羅素2000還在漲 昨天晚上還漲了1%以上 所以這不就符合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嗎 你去看喔 羅素2000就等於我們台灣的 貴買指數 中小型股的指標嘛 這一段根本就沒有跌啊 前天 稍微受到大盤的拖累 跌了2% 前天跌2% 昨天馬上漲回了1% 那整體格局來看 就是高檔橫盤整理 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就是說 其實說 整個國際股市來看 有壓力的叫做全值股 叫做大股票 因為不論說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它的格局都一樣 位階高的叫做全值股 美國的全值股 Apple Tesla NVIDIA 這些全部都是全值股 全值股它會有修正的壓力 但是回到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其實 本波行情本來就沒有跟上了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觀念 就是說中小型股的位階其實落後於全值股 非常非常非常多 所以當全值股在修正 大盤在修正 其實相對 不會有這種修正壓力的 就是中小型股 所以你看羅素兩千相對強 所以我覺得說把它套用到今天台股的格局 預計也會是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說整個修正的壓力點 會落在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或是一些漲多的股票上面 但是對於一些真的低位階的中小型股 壓力反而不會到這麼的重 包含說PC MB 手機等等的 這些可能都是 那看一下日經 日經也是相對是蠻弱勢的 沒辦法 因為說整個美國股市都很弱 那又加上 日經目前是開盤 目前開盤是小漲了0.1%左右 就是說短線初步的直穩 但整體格局還是蠻可怕的 就是直接灌破的月線跟季線 短線上就要特別去留意一下 那包含像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今天也是初步的直穩 0.32%左右 所以我覺得 算是蠻幸運的啦 今天的台股可能說開低之後 因為韓國股市跟日本股市 都已經在直穩了 所以今天的台股可能說開低 會慢慢的收下引線 這部分是可以去做期待 所以今天台股 就有機會是開低走高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是整個國際股市的部分 那包含說德國股市 相對也都比較疲弱一點點 就是說整體來講 全部都是被美國股市帶下來的 包含說法國股市也是 持續在破底 所以我覺得說目前來看 就是要等整個市場情緒平復 好啦其實說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你去看喔 為什麼我一直定調這一次的下跌 它叫做情緒性恐慌性的沙盤 因為這一波整個美國股市的修正 它的算是說起火點啦 就是上禮拜已經殺一段了 怎麼在這兩天又暴跌了一段 它的起火點在於Tesla 跟Meta這部分 不是Meta更正一下 Google 跟Google 它算是說這是兩個起火點 因為主要的一些賣壓就是從Tesla 跟Google的財報一出來 賣壓全部都湧現 那我帶大家來看一下喔 其實說你看完Tesla的財報 你就會知道這根本就是亂跌嘛 這就是情緒性的賣壓 來你看 特斯拉在這兩天也是暴跌 給大家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勢 特斯拉 特斯拉是單日下跌的12% 但是你看特斯拉的財報 特斯拉的財報其實還好啊 第二季的營收高於市場預期 第二季的EPS是低於市場預期 那大家都擔心 大家說 特斯拉在第二季的EPS 它的利潤每股盈餘低於市場預期 車量賣得不好 是不是有消價競爭的問題 那再來 還有包含像是 機器人的無人計程車 原定是可能在第三季會開始發佈 那這個時候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他說可能會延到10月10號才發佈 那最快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年底最慢明年也會投入使用 所以市場單位說 你這個原本的無人計程車 又要往後遞延 是不是出了什麼樣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你去看 市場擔憂說特斯拉的財報不好 所以股價下殺整個賣壓都出籠 這不是廢話嗎 你去想一下 大家在買特斯拉的股票 有誰是看它的獲利 沒有吧 特斯拉從以前到現在 它的利多從來都不是它的利潤 從以前爛到現在 沒有一劑是好過的 它的利潤本來一直都很差 大家買特斯拉就是買它一個夢 沒有錯嘛 買一個馬斯克的夢 誰在買獲利啊 誰在買它的財報啊 那既然說 特斯拉它的第二季的財報 它是不如預期 這是市場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那為什麼還會下跌 是不是 這很明顯就是 為了下跌找理由 沒錯嘛 這就是為了下跌去找理由 就是說覺得現在市場怪怪的 我就想賣特斯拉 我就去看空特斯拉 找一個理由來賣股票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很明顯 這就叫做情緒性的賣壓 恐慌性的賣壓 所以我才說 光是看特斯拉 光是看特斯拉這張股票 你就會知道 現在市場是比較處於一個 恐慌的狀態啦 那既然是恐慌的狀態 跟基本面產業面就沒有關係 那跟基本面產業面沒有關係 其實就回到像我講的 我們在這個時候就不要隨便去殺低 就忍一下 真的是忍一下 再過幾天 它一定會有像樣的反彈 我不要隨便去殺低 所以我覺得說在今天就是 稍微聽看聽一下 只要你沒有使用融資 其實都好講 因為這種跌比法 我跟你講一定會有強坦 百分之百接下來一定會有強坦 那如果說你手上真的說融資使用率比較高 真的有這種 斷頭的風險在 或是說手上持股 你不知道怎麼去太弱流搶 今天一些 因為今天盤中一定會很亂 怎麼太弱流搶 歡迎說利用今天的時間 打電話或直接私訊我們的Light 直接跟我們取得聯繫 像右下角QR Code 小老鼠W178 那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包含說一些指數的點位 還有個股怎麼樣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目前時間是早上的8點49分 再過11分鐘台股現貨開盤 現在的期貨大跌了870點 你沒有聽錯就是870點 是不是 就跟剛剛所預期的差不多 就是說 就是說先給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今天台股在盤中跌超過1000點 不是不可能 我覺得說今天因為說 除了說美國股市的壓力 那整個國際股市的抛售壓力以外 還會有斷頭的風險 因為說 就是 該怎麼說 這是 就這麼湊巧 因為說畢竟說 如果說台股在前兩天有開盤 可能說斷頭一些融資的壓力 還沒有到這麼大 但是因為說今天等一下是直接跳空下來 所以跳空下來 一定會有一大堆的融資 有追腳的壓力 那有追腳壓力 就會有多少多的賣壓 所以我覺得今天跌超過1000 不是不可能 但是就是說 這就是短線上的恐慌 等這個恐慌過了 該漲的還是會漲回來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只要你不是用融資用現股 不要在現在去殺低 現在殺低百分之百 它就算不是絕對低點 它也會是相對的低點 因為說畢竟說這種就是很標準恐慌性的殺盤 我們直接看一下 所以簡單看一下 包含說Google公布的財報也是一樣 Google明明就是非常好 就是說你知道這個感覺 Google第二季的營收很好 EPS也很好 資本支出也很好 市場就硬要雞蛋裡挑骨頭 你資本支出這麼高 你真的接下來真的能夠賺回來嗎 你現在一直在撒錢去供AI 你接下來真的能夠賺回來嗎 Google就跌了 你說這是不是太誇張 就是說資本支出明明就是一個大利多 然後市場就硬要去講 你資本支出太高了 你之後可能有賺回來的風險 這不是為了跌找理由嗎 所以我覺得說 這幾天的美股很明顯 就是比較偏向是恐慌性的下跌 我們看一下 目前的台指 目前的台指期貨大概就跌了大概是800多點 800多點大約會直接打到 應該是會直接跌破2萬點 以今天的點位來看 給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波動一定會比較大 但是這兩個關卡架支撐算是強力的 所以我覺得 說今天要去做棋子 去做一些棋子的當衝的話 是稍微可以去做嘗試 因為我覺得說 雖然說今天波動大 但是它也剛剛好達到一個 滿強的壓力點 滿強的支撐點 21900左右 所以如果說今天開盤 有直接回撤到21900的話 是可以去做個短多 可以去做個短多 因為如果說我們以整個日線格局 這樣來看的話 21900它算是目前最大量的支撐點 這個是強力支撐 而這不是小支撐 21900 那如果說連21900都守不住 那我只能說 短線上包含說技術面的壓力 籌碼面的壓力 就會來得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以一個合理的情況來講 因為昨天我有稍微看一下 颱風天 再加幫大家看一下一些價量結構 21900 它目前是滿強的支撐點 所以今天這個價位 就可以去做留意 有跌破 那就像我講的 因為說波動比較大 波動比較大 不建議去做所謂的左側交易 就是跌下來不要用低接的方式 等到說灌破了21900 即將向上去轉強 我們做右側交易 就是說直穩即將轉強 我們再來去買 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今天的做法很簡單 我會等到它跌破21900 跌破21900之後 等到即將反轉向上 又重新站穩了21900 我就會去買多單 就這麼簡單 今天的做法給大家參考 那其他的個股 包含說台積電 以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今天還是一樣 就是看法還是一樣 今天可能說 直接回測900元的關卡 有機會 有可能會直接回測900元的關卡 也可能會先回測到季線 大概是908左右 那我的看法不變 就是說 像這種大型的全池股 以長線來看 它反而才是安全的標的 長線 所以整個全池股都 都蠻值得去分批做布局 包含說2317的鴻海也是一樣 因為今天的重塞區 一定是全池股 就是上禮拜二漲多少 今天全池股就會跌多少 那可能會直接跌超過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鴻海也是一樣 就是以分批布局為主 因為今天應該沒意外的話 也會直接灌破季線的位置 大概是跌破190 像這樣子的價位 其實以長線來看 就像我說的 只要它的獲利沒有任何改變 它的整體的展望沒有任何的下修 它都會是好買點 聯發科也是一模一樣 就是在1300以下 它都算是一個超跌的價位 超跌的價格 也是可以慢慢去做布局 238的廣搭 廣搭也是一模一樣 在300元以下 就以它整個2025的獲利來看 它也都算是便宜 所以我這樣說 廣搭在300元以下 我不建議去殺低 那聯發科1300以下 我不建議去殺低 台積電1000以下 不建議去殺低 那基本上鴻海 一字頭就不用講了 200元以下太便宜了 那你買在21220 我覺得這個長線來看 其實也都不貴 也都不用特別去殺低 所以全池股 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一些位置比較低的股票 其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去看美國股市 在這幾天 雖然說美國股市 它修正的 科技股修正的壓力 是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幾個亮點 就是Intel 整個NVIDIA 台積電AD 殺翻了 唯一在上漲的 叫做Intel 那Intel它就是很標準 很典型的消費性電子 有沒有 符合我們在今年的 六月份告訴大家的 下半年要去做留意 位階最低的 叫做消費性電子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說相對安全的電子股 包含說 MB PC 手機 這些 它都叫做相對安全的電子股 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包含 包含像是說2368的金像電 它整個位階是比較低 還有比較標準的瓶蓋股 31.5的穩帽 因為說這種位階都很低 全新 這種典型的瓶蓋股 大力光 我覺得拉回來都可以去找買點 總之今天盤中一定會比較亂 那手上持股不知道怎麼處理 或是說你不知道該怎麼去做低階 打電話進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先戰審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